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我是Mina 今天跟大家聊一下装修的话题 大家都知道在美国无论是买了新房还是二手房 都有可能是要做装修的 无论是装修升级或者是修改风格 或者是旧屋翻修都是要做装修的 那么具体在美国该怎么样的做装修呢 那我们自己本身家里也装修过很多次 并且我们也有协助客人做过很多装修 所以在这方面是有一些小小的经验 在此呢就跟大家分享一下 好了,那我们现在先说一下 从我们买了房屋之后 先决定装修风格 然后做一个预算再决定怎么样装修 那么装修风格上在选择上 我们都可以怎么选择呢 是不是就是去看别人家怎么装呢 我们就照着学呢 我觉得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去看样板房 样板房里面哪个装修装修好看的 咱们就照着来copy一下 或者是看看你们视频里面新房的样板房 这个想法跟我们有一个好朋友Jeff很像的 他就是非常的喜欢样板房装修 他就想照着样板房装修 但是据我所知啊 所有建商他的样板房 他的装修都是升了很多级 而且这个价钱是非常非常贵的 如果我们想装到样板房这个风格 有没有便宜一点的方式做出来呢 肯定有 但是最主要的是你要先选好一个设计风格 你倒是想装成什么样的风格 咱们就说最近我们看的那个凹塔那边那些豪宅风 那这些豪宅风装修肯定都是几十万出头了嘛 那有没有一种便宜的方式做的就是类似那种那种感觉的 但是又不用花那么多钱呢 就比如说我们现在可以聊一下市场上如果我们换一些就是 好质量的橱柜啊礼食啊啊是不是现在就做那个waterfall的那个厨房台面就会很高程度的提高这个厨房的档次 那当然了现在基本上你去看奥塔最新的比方说Seleno啊 Meridian啊这个Lumia那些好一点的这个设计 他们的厨房全是用waterfall的 对那做一个waterfall有多少钱呢 waterfall不便宜 关键是waterfall这边呢 你需要大概是四块完整的礼食 然后呢你要做无缝拼接 无缝拼接一般要拿去做工业切割 工业切割就会比较贵 基本上就是洛杉矶有几家 就只有几家可以做得到这个工业切割的 他们是用激光的机器来切切一刀就是几百块 切一刀几百块那一共要切几刀啊 三刀 要三刀那么多 为什么他因为每一个接封面都要切什么 切完了以后打磨嘛 是那再加上我们买四块礼食 一般是500到800之间一片吧 嗯是不是也有便宜一点的地方 比如说赶上卖礼食的打折三百多块钱 也能买到很漂亮的礼食 有之前我们有一次不是三百五也买的刀吗 对啊 那我们买完礼食之后 工人的工费该怎么算 做拼搁这个工人的工费 会不会就比一般那个礼食台面要贵很多 waterfall基本上切割的话 就是基本上像在 嗯刚刚你说的不是四百三四百块钱一刀吗 要砍三切三刀吗 砍三刀 切三刀出来以后 江湖漂什么 嗯 切三刀出来以后 这个礼食 工人在安装的时候 他主要是这些礼食拿回来 要帮你 嗯 装完这个台面上面 他要打孔 他要切割这个放入洗手盆的这个洞 然后呢 要做这个打磨 要给他周围的这些边的打磨得很漂亮 然后呢 无缝拼接 这些基本上就是一片石头 嗯 你比方说你装一个台面 像三百五的那种 那他的工钱可能就是两百 两百多 如果你要装八百多块钱 那么石头 工钱可能就是三百多 那如果厨房 你看现在很多新房建商啊 他在厨房交房的时候 就比如说我们最近那个lake forest那个盘 他们喜欢用石英石延展到墙上 啊 有的时候呢不会延展到全部的空间 但是很多呃客人呢 他们会喜欢厨房墙面上贴那个backflash 也就是那个我们中文叫马赛克嘛 那一种大概装起来要多少钱呢 贴马赛克正常来讲就是你自己去选 像要么去home people 或者是专门批发的批发商 像wfc那种就是专门批发马赛克的公司 他们一片那种呃就是十乘十的马赛克是十三块钱 十乘十是不是这么大 对 还是这么大 还是这么大 就第二种那么大 第二种是哪 对哦好的 然后呃你像一般的厨房可能需要二十片二二十多片吧 然后再加上供用的工钱可能是两三百块钱 那十升十的每一片呢大概是多少钱 十三四块钱 十三四块钱呢 该要多多久完成呢 两个小时吧 哦两个小时 这么快啊 对啊 那还有就是说 像大家都知道样板房一般交房的时候呢 是不包括地板的 他一般都是standard的 就比如说是那种呃 地毯或者是那种地砖 很多人不喜欢 他可能就是回来之后想换成那种地板啊 或者是礼石啊 或者是那种加厚的地毯呢 想去做这个工改 那这一方面呃 在价钱上大概是需要什么样子呢 现在的做地板 多山地这边大概有六家经常大家能听得到的 我们前段时间一直在用的这两家 他们基本上是连工带料算下来 就是包括这个地板的钱 包括装地板的工钱 包括地板下面的这个防水片 防水材料 胶垫和那个呃 呃 塑垫 然后还有那个边角的那些呃 molding 加在一起 就是两块九毛九 一square feet 那你说的这个好像不是石木地板 这个是复合地板对吧 对 那如果做石木地板会不会更贵呢 石木地板比较贵 石木地板一般的 单单是地板可能就去到呃 五块钱到七块钱之间 再加上工钱 工钱也会比贴常规的地板要贵 但现在来讲石木地板的比较少 大部数人都在用这种复合性地板 你看那些样板房他们里面使用的地板是不是也是复合地板的其实 还是有一些使用的 是有些使用复合地板 有些使用的是地板砖 就是表面上看起来是木纹的 呃 但实际上是瓷砖 哦 ok 像森林湖的那个 风岩石 对 Wingstone Wingstone那个小区用的就都是那个 木头花纹的 呃 哦 我有印象 我有印象 地毯现在 跟地板 并没有在价钱上有很大的优势 其实差不太多 地毯其实大家在使用上最多是一般卧室里面喜欢使用地毯 这样走进去的时候就可以脱鞋子嘛 比较方便 现在基本上做地毯的就是卧室做一下 然后呃 更衣室 衣帽间里面做一下 嗯 一般的小厅都不合地毯 这个我记得美尺均价可能是比地板要贵一点点 就比复合地板要贵一点点 差不太贵 但是要根据你的那个呃地毯的那个厚度 还有地毯下面使用的那个隔离材料 是你看你想用好的贵的还是便宜的这个去根据这个具体情况而定 那接下来再说一下铺里石吧 那很多人可能会喜欢奢华一点客厅 或者是呃主卧的威宇去使用那种很漂亮的 礼石 那这一种大概呃有没有便宜的做法 最便宜的做法就是你提前做好规划 in general in general 这些所有的这些批发的地方 他们像这种什么什么节制都有打折的 你就去看他们专门打折的那些 然后呢你可以提前买好的 挑好看花纹的 挑花纹挑好了 然后买回来 比方说你房子还没买下来 你可以先把这个打折的材料先买下来 他这也是20x20的是不是 什么尺寸都有 要看你自己喜欢 有那种长的尺寸 有大片很大片的那种 有超大片的那种 然后 可以把这些买下来以后呢 你就找工人铺丝砖的过程中肯定要 他中间要补 刷水泥 我买了一个主卧的浴室 它里面的那个浴缸 会使用那种很老旧的那种旁边带那个像是那种石塔一样的 如果把这个浴缸打掉 换成那种很漂亮的欧式浴缸 这种可不可以 这当然可以了 这工作其实说简单嘛 也也不是特别简单的事 最主要是它要设计到plumber 你需要 你把旧的 这个要设计到plumber 因为我只是替换旧的 你替换旧的 你把旧的那浴缸打掉 旧的浴缸连接的墙壁的部分的那些 所有的瓷砖 墙的部分 那些都要换的 然后但是其实也不难 就为什么 好像就把那个整个拆下来 拆下来以后呢 就把那个墙那边做上防水板 然后铺上刷上水泥 然后呢 重新铺上新好看的自己喜欢的瓷砖 然后地面瓷砖换掉 然后顶上放那种完全独立的 就是像那种 欧式的那种 像一个碗那种形容 比如说有些人买了二手房 然后想把旧的马桶换掉 因为用起来觉得不舒服 那这个换马桶呢 大概价钱是多少 换马桶 你像home depot那种马桶 从70块钱到140之间 那最好的 像之前咱们订过一个黑色的马桶 纯黑的200块钱 然后如果 这种是投资房的了 但是如果是那种想换日本的那种 应该很多功能的马桶呢 那种可能会去到1000块了 那种 但是工钱是一样的吗 那种Costco全面前有打折 1000块钱一个 然后 工钱一样吧 换一个马桶也就是100 125 多久可以做完呢 如果这工人特别 守手的话 就一两个小时吧 那其实也是挺快的 我们之前不是换四个马桶 有一个房子找工人过来换 从买到换 换了四个马桶就一天时间了 还有就是说一下厨房 厨柜改造的事情 那厨柜改造呢 无非就是改颜色 换风格 其实改颜色呢 有两种方式 一种就是全部拆掉重做 一种呢 就是打磨 磨砂 刷漆 那这两种 你觉得就是鸽子的利弊是什么 打磨 你需要把整个柜子 全都拆下来 所有的柜门拆下来 柜子有时候 能拆也得拆 为什么里面 你也需要刷漆的话 如果不需要 就光把外面那个门 就把外面插下来 他们的那种 特殊的那种化学试剂 材料 把它那个旧的那个 光漆给刷掉 然后再用磨砂纸 机器来打磨 磨掉以后来刷漆 刷完漆以后 在太阳底下 就是在那个 要喷漆 那个不能是刷漆 要在外面 专门在外面喷好了 这样喷得比较均匀 然后起码要喷两到三次 这样子这个漆 它们比较长久 再回来把它们装回去 这种漆要防水漆吗 还是普通的漆 这种是要专门的 橱柜的木门漆 放木头上的漆 跟那个刷墙的漆 还不一样 那这个 好处是成本比较便宜 坏处是 这个程序比较复杂 比较麻烦 而且有的工人 你不愿给你做 你可能找人家 因为他觉得不赚钱 对 但其实这个是一个 很省钱的做法 我看 因为我看很多 就是美国他们 那个美国家庭主妇 他们自己去做这件事情 有有有 有DIY的 对 就DIY 然后就做成了 就非常有成就感 又省了很多钱 因为如果换一套橱柜下来 当然这个橱柜 你看那个木头的质量 还有橱柜的风格 价钱也都是不一样 但是不管怎么样 换一套橱柜下来 也都是一个很花钱 很费力的事情 可是现在换橱柜 并不是很贵 就是很多市场上 很多这些 我们就不提名字了 因为我们有很多很多的 朋友都是在做这个行业的 我们可以 如果有客户需要的话 我们可以把他们名单 列给他们 自己去选 自己去选择 对 但是他们橱柜 现在并不是很贵的一个东西 再说一下后院吧 那假如说这个房子 我买回来 是自己住 我后院想做的非常漂亮 做园艺啊 铺水泥啊 做甲草啊 这些东西 这些东西 我是不是可以承包给工人去设计 直接做出来呢 这市面上有很多设计公司 承包下来在做 然后铺上水泥 然后做上花坛 然后种上草 对它门口还有那种 很漂亮的拐角的楼梯那样 对对对 这都可以做的 那天我看到一家 把那个前院的草坪做出了一年四季的感觉 有沙漠 植物 有多肉 有热带雨林 还有沙山石子 反正一块草坪上有一年四季 这种是不是也都是可以做的 这个很容易做 对啊 但是你这个关键是 种草种花 做这些园艺很容易做 你下面的系统要做好 整个的灌溉系统啊 这个自动洒水的sprinkle system要做好 这个房子是买来投资的 我后院就想最简单的 我铺个水泥 那铺水泥大概这个每尺均价你知道吗 这个很麻烦吗 因为中国人很多人他不喜欢去浇水啊 浇花就想铺着水泥最方便了 铺水泥差不多市面上的价钱是4块钱到4块5 一 square foot 就是说 那我刚才所说的装修啊 大部分都是说我们自己住 住着舒服 住成我们喜欢那种风格 要么小清新 要么日式 要么奢华 那假如说我今天就是买一个投资房 新房也好 二手房也罢 我买回来就是想马上就能出租的 这种你建议我们怎么装修 做一点点的后院的原意 或者是因为很多新房后院是 就是SS就出来就是那种 dirtland 需要做一个水泥 然后呢 另外就是要做百叶窗 百叶窗的窗帘 出租房最便宜的方式就是 直接去home depot买那个量好了尺寸 自己去买百叶窗 然后给他每一个段尺寸来装上 嗯 如果是二手房的话 呃 要看房子的情况 看房子状况 但通常常见的就是呃 换个地板 把地板换了 地毯换了 然后刷个漆 呃 厨房那下刷一个那个呃 它不是有几种几种漆吗 就是有flat 有excel 有那种 就是一般就刷一个防水漆 然后呢 刷个漆 然后呃稍微收拾一下 橱柜那边可以稍微翻新一下 然后呢呃浴缸呃可以就是 他们可以叫清洁 还有就是那种打磨翻新 有些浴缸呢 就是那种他们打磨翻新之后呢 会让他之前那些划痕什么都给去掉 嗯 哦还可以这样做 对 然后呢 那个所有的这些呃 如果是马桶呃都比较旧的 就可以把所有马桶换掉 马桶基本上就换出租房那种 几十块钱一个的这种 然后你就你就预的budget 两百块钱连马桶带工钱换一换 然后你房子里面有三个马桶就全都换掉了 但是他这个也是为了租一个很好的价钱嘛 而且这样更容易付出 然后那个浴室的那个喷头 呃和那个那些不锈钢的那些花洒 那些都可以换的 花洒龙头都可以换的 对 而且这些都可以自己去home depot买 买完之后一起找一个工人或plumber一起做了 对 嗯 行那基本的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啊随便聊一下的 话题如果小伙伴们就是有什么好的建议或想法或者是有问题想问我们的话可以 呃留言或者是私信好了那今天的视频呢就到这儿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记得给我点个赞 我是Mina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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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